我们在这节看一下怎么样将天空抠取 并且通过这种寝食的方式 转场过渡成其他的背景 当然视频中的元素是非常多的 我们要掌握中间抠取的技巧 获取不错的转场效果 我们现在还是新建一下合成 那我们先把要用的素材导入一下 这边是我们这个天空还有这个背景 那整段视频呢 我们先把天空拖动到合成 建立新的合成 这边可以预览一下 首先实拍素材中 我们需要呢 把这个天空去掉 然后你要替换的位置都把它抠出来 因为这个是视频 而且我们的摄像机呢 在运动 所以看到这个镜头的变化 因为我这边用了完整 所以说拖动的时候 可能稍微有点卡顿 这边可以看一下天空 那我们现在呢 做一些处理 把天空先抠出来 好放置我们的背景 而且在视频中 因为整个画面在动 所以还是需要呢 做一下追踪 这个作为可选的选项 我们暂时呢 先不操作这个追踪 然后现在抠取天空的话 先把天空所有的真选中 这个并不是像Photoshop一样 你可以去抠一张 因为它是视频 但如果说我们用这个抠像工具中 比如说你用这个 各种抠像工具 比如说我们这个亮度 有些时候有人会用这个亮度键 当然它属于过时的效果了 亮度键 这个方式 比如说你尝试去抠 抠一个较亮的去调下容差 可能说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 它会根据图像较亮较暗的部分 获取我们的结果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因为这个只抠白色的话 用亮度键有些时候还是比较好用的 我们把背景放上去看一下 效果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 这个图像一点小 我们这边右键变换 选择我们的适合适合让它贴上去 其实你可以看到效果还是不错的 这是一种方式 我们可以直接轻松愉快的替换 但是亮度键存在的问题 那我们还有这边房子上已经彻底被掏空了 这是抠图中比较麻烦的地方 还有这些细节 所以这个效果请作为参考 但有人会说我用这个keylight去抠 那如果说我用keylight的绿瓶抠上去抠这个白色 你会发现基本上没什么效果的 因为白色它本身就是一个中性色 不能很好的去识别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抠白色的话 点击透明也看不到任何变化 所以这个针对亮度有特殊的处理方式 当然有人也会考虑用这个色光 色光也是一个方式 但是这个图像我试过用色光并不能很好的抠去 我在输出循环中我这边选择渐变灰色 那我也尝试了加一个黑色在这边 加一个白色在中间 这样子抠出这个白色的蒙版 但是我也调过 但是我发现如果后边画面我们可以得到很好的区域 这样子 但是针对于这个视频的边缘可能处理起来复杂一点 那你可能说再去加一个曲线 这边加一个曲线 曲线呢放在上边 我们这边折叠一下 曲线放在上面 然后你去调曲线的亮度值 可以去控制画面的这个明暗程度 然后得到较深较亮的部分 这是一种方式 然后复制下原始视频 下面的视频呢没有任何效果 就是原始的视频 然后我们这边通过轨道遮罩 通过这种亮度遮罩或者α遮罩的方式 这边本身是黑白图像的话 就用亮度遮罩反向的方式 因为我们要得到下边的区域 这个方式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抠取出来的 但是你会发现色光的这个方式 边缘处理的依然不是特别的好 曲线重置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 通过曲线对这个黑白的控制 尽可能的恢复一些细节 小龙说大概能得到这个效果 但是白色如果调的过多 就导致背景的又不纯了 所以色光仅作为参考 有些背景可能用色光加曲线 一下就出来了 可是这个素材 由于拍摄的原因确实稍微有一点点的难度 这边我们在三角 我们用最终我用的一个方法 这边我还是原始视频复制一份放在上边 但是没有遮罩 下边原始视频上边我们进行处理 好的 这边我就前进到画面的后边看到所有的画面 现在我要去进入到扣向环节 这边我选择一个这边的提取 提取命令你可以直接提取明亮度 这边调下黑色和白色你要提取的范围 比如你要提白色 那注意隐藏一下原始背景 你可以看到如果你用提取的话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只对白色进取 当然也有一些前景的背景提取了 这个我们后边在做修补 但是你会发现 它要比我们之前处理的边缘更精确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残留的问题 还是有一点边缘融合的不好 同样我们来结合一下曲线 当然你也可以用设计 这个是没有限制 我们放在上边 其实通过曲线 我们的目的就是说让你的画面 看起来一团黑 这样我们展开 你要把画面 天空的地方让它明显的亮一点 然后背景明显的暗一点 达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但是你能看到这个边缘的这些细节 都是非常明显 这样就是说形成一个对比度很强烈的图像 然后整个画面我们可以拖动看一下 当然也有一些部分需要再做调整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开启提取 那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在提取的话 根据我们这个参数的需求去观察 下边我们先不考虑先看这个边缘 这边你可以看到明显高光和阴影提取之后 我们更多的细节它会完整的显示出来 然后呢再去微调曲线去综合去看 其实现在不是最终的这个调整 我们的目的是先得到这样的一个大体的轮廓 可能边缘还有一点这个不是特别清晰的部分 但是已经得到了一个比之前更好的这个提取的点 通过明亮度 再尝试降低点 好 现在这个感觉就比之前好上很多 但是现在画面是很黑的 我们并不是需要这样的画面 我们只是说要一个看起来这个边缘非常好的 这样的一个抠取的结果 观察一下这些帧数 那有些区域呢可能参数问题需要呢再加多一点 如果一个图层搞不定的话 你可以分成不同的段 那我这边又复制了一份 采取了前边这一段 我把曲线压的低一点 这样子我就得到了前边更黑的区域 然后中间这段没问题 然后第三段还是这边有一点 那我这一段再调一下这个曲线 好 正确把这些边缘都压掉 然后得到干净的这个边缘 所以这三个部分不一样 然后但是我得到的这个透明信息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现在用了好几个涂层才得到了这样子 很干净的部分 那这边如果说往后还是有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 这边还有一点那我再尝试调一调 可能后边的片段不需要压的特别的多 就能得到这个数值 我现在我的边缘基本上都得到了 那我现在可以把三个视频层愈合乘一下 然后愈合乘一确定 这是我抠的这个透明的区域 可能部分不同 颜色不一样 在颜色无关紧要 然后选择下边的吐层 我们用这个alpha 然后这边用这个alpha制造 因为有透明区域 用遮照的方式 你能得到上边抠掉天空的这个范围 但是现在我们要在后边加入背景 先看一下 那背景在后边现在显示还是比较不错的 而现在没做遮照 我们现在先原始视频显示出来 上边运合乘的视频隐藏一下 现在因为没做遮照 所以看到了只有天空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原始的视频 那我们把刚才这些透明信息通过 轨道遮照的方式 alpha的方式遮照一下 那我们这个背景就显示在你房屋的后边了 当然这个素材它有点小 我们这边需要右键选择变换 把它对齐到整个的画面 这个时候边缘细节处理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前面应该只是黑色 是因为这个背景视频 它就有一段黑色 有一个过渡 那你可以往前拉一点 这样子都有画面 它就没有这个黑色了 我们这边合成的话 取消单独显示 你可以看到画面现在就出现了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天空给它替换了 当然如果做了追踪的话 效果会更漂亮一点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让天空过渡转场变成它这个背景 所以现在我们还需要在反向遮照得到单独天空的部分 所以这个是刚才得到下边的图层 这边我们复制一下这两个图层 选中这两个图层通过编辑这边重新给它重复一下 我们说我们再把这边的这个背景选中通过alpha反向遮照 那你得到的就是单独天空的部分 所以现在图层呢 这两个制造层我们就暂时不用去看了 因为它已经隐藏了 我们现在等于说又是原始视频了 我们现在在这个天空上给它做这个遮照的这种变化 然后遮照之后 就相当于说我们把这个天空给它这样子透下去 你就会出现这个天空 出现我们替换的这个背景 我们来画一个形状图层 作为它的一个转场 那这边我们就新建形状图层 形状的话会单独控制 这边在形状中展开 我们给它追加一个矩形 再追加一个填充 那现在展开矩形路径 我们这个宽度和高度 现在看不到矩形是因为这边太小了 就中间一小部分了 我们来加大一点 那你需要多大的图形就拉到多大 这边我们再给它加大一点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4K的转场 所以说这个画面拉的是比较大的 4000乘以3000了 这样子大了一点点 这个颜色呢 我们修改一下 我用一个255255200 或者我们调一下 我们用一个接近于转场的这个青色 或者是比如说青色或者是阳红色都可以 我们自己就选一个颜色好了 我们在上面给它加一个滩流置换 我们就直接搜索一下置换 加到上面 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打关键帧 那你这个需要在什么地方进行转场 我们来观察一下 比如现在镜头 我们先调到1分之1 镜头切换到人物到中间的时候 或者是这个地方出现大楼的时候开始转换 那我们选中形状层展开 开始打关键帧 这边调这个大小 下边固定的方式改成5 这样子你在调这个数量的时候能看到这种溶解的变化 包括它的这个大小 所以我们在这个转场开始的地方打一个关键帧 关键帧为0 然后现在随着转场逐渐过渡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随着这个画面出现 比如到这个位置 但是转场的肯定是比较快的 我们先数量改到1000 选中途中按下U键 你能看到你打的关键帧 大概是这个位置 那么它会从这个位置开始过渡 出现中间的内容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它过渡的时候 再逐渐消失 所以按下S键打开缩放 当然这边也可以按下U键显示出数量 那么按住shift去点击的话 是可以同时去显示的 这边让它反过缩的时候 然后再消失 注意不要反方向 改成0 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 像这种 溶解过渡的感觉 但是现在它是 从边上往四周 而我们的主要部位呢 是在上边 所以我们就往上去拖一点 这是我们核心要转换的 这个白色的区域 整个图形现在还是 可能有点小了 不太够用 我们再拉大一点 基本上现在这个范围还是够用的 大部分区域都有想要的这些 溶解和过渡 在这个白色区域出现 我们自己的把控 包括这个缩放 这边可以调一下缩放和中心点的位置 让它往中间这个点缩放 好 大概呢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而现在这个过渡呢 还不能满足 整体的需求 我们还需要呢 简单的再强化一下 我们单独再显示一下 这个地方在过渡的时候 我们把它的这个复杂度 给它加一点 它会变得更加的多一点 这边抗锯齿给高一点 这边给个三 然后现在呢 我们来加一点边缘的效果 我们在这边可以去搜索一下 勾画 这个呢 是在生存中 我们加到上边 我们看到边缘其实已经出现了 这个边缘的像素 我们这个片段不需要这么多 我们一个片段就够了 就描一个边 用黑色能看到 边上这个黄色 我们改成白色 更明显一点 可能现在这个片段为1 然后颜色为白色 不太明显 那我们这个结束不透明度 改成1 让它呢显示出来 宽度可以加大一点 或者说我们拖动看一下 需要多宽的边缘 我们就给个4好了 然后现在呢 开始做遮罩 让它和这个层产生变化 遮罩的层就是下边 我们刚才做的这个云层 我们将这个拖层 再给它预合成一下 这个是 云层 也就是我们抠起来的这个云 单独的这个天空 这个部分 当然有一些车体啊 可以最后再去修这个细节 只要一个钢笔 这样子抠过去 就没有问题 然后现在选中 我们的云层 跟上边的这个图层 单独看一下 我现在如果说没有单独显示出云层的话 进里边看一下 好 现在是云层 没有问题 黑色的都是透明区 因为下边我们有这个背景啊 所以说现在这个地方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云层跟上边的形状 做一下遮罩 我们这边还是用它的这个 alpha遮罩 遮一下 那么现在 单独看一下 云层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云呢 它自己 我们这个声音先关一下 这个云它自己就会溶解了 好 那么溶解的同时 我们后边再把背景显示出来 你们看到 天空逐渐溶解变出后边的这个背景 好 现在这个溶解比较大单调 然后我们把这个形状层选中 我们给它加点效果 或者说在抠取之后的这个云层上面 给它加点效果 那我们需要呢 给它复制一下这个 单独显示一下 因为现在呢 边缘还没有显示出来 单独复制出来 那我现在等于说又把这个图形加了上去 我们这边可以用这个颜色键 当然掐的键也是可以的 然后这边加到上面 我们把这个颜色给它去掉 容差调到最大 你可以看到现在关掉下边的云层 我们得到的就是这个边缘 当然这里呢也是需要做遮罩的 我们最后再去修补 你得到的就是这个有边缘的这个图形 这个边缘还不够亮 我们再去加一个发光 加在上边 让它有一定的亮度 把这个发光的半径 稍微的加一点 可以看到光运就出现了 这个图层放在背景的后边就可以去隐藏了 可能我们现在的图形在过渡的时候 能有点形状偏大 那我们现在形状二主要是 就是加的就是发光跟填充 你让它剪切一下删掉 为了同时修改的话 建议你把这个形状层给它预合成一下 这个叫做形状图层合成一 属性放在内部确定 这样子我们如果把这个图形复制的话 你就可以更好的进修改 让我们复制一下 然后显示一下粘贴刚才的效果 发光还有这个填充 但是现在我们丢了一个效果 我们丢了之前的这个颜色键 把填充关掉 这边我们再搜索一下 当然你可以用前面我们课长讲的这个火焰燃烧的方式 去做这种专场 我这边再把这个颜色去一下 单独显示一下 然后现在颜色键容差调大 调到100得到这个边缘 然后我们还是填充一个颜色 让它发光亮起来 好 这发光半径 我们就自己把控 包括发光的预值 发光的强度 总共来说就是一个边缘 好 现在这个图形有之后 隐藏一下 放在所有图层的后边 然后我们最后的话 因为这个溶解比较的小 那你这两个形状层选中 给它统一缩放大一点 好 大一点可能会更好看一点 当然如果你有素材的话 都可以去叠加 那这样子在转场的时候呢 还会有画面的转换 这样子就会更协调 更自然一点 当然这个只是我们给出的一个提议 我们重点呢 就是说在这一节呢 学会怎么样的把这个天空的 给它抠掉 并且呢做成转场 变成其他的背景 在这个背景上 就这个背景上 打顾得到一个看法 但是我继续看